北京实践9月30日晚19点,2024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扇第三轮,迎来一场焦点战,郑清文在钻石球场迎战阿根廷选手波多罗斯卡。 经过两盘的比赛,郑清文以2-0 6-3和6-2淘汰对手,晋级中网女扇16强。 21岁的郑清文是本届中网的5号重子,目前世界排名第7位。 在今年,郑清文取得了多项突破,他在年初的奥网打进女扇决赛,又在今下的巴黎奥运会上获得女扇金牌。 中网首轮的比赛,郑清文轮空,第二轮他2-0击败了俄罗斯选手拉辛莫娃,27岁的波多罗斯卡来自阿根廷,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66位。 两人曾在去年的美网赛场上相遇过,当时郑清文2-0获胜,第一盘第一局,郑清文率先发球。 他出现一个非受魄性失误,波多罗斯卡以15-0领先,随后郑清文信应地挂网班平比分,此后又通过连续的大角度调动得分。 接下来,郑清文轰出本场第一GS球。 最终,郑清文凭借连续两个漂亮的发球拿下一局,1-0领先波多罗斯卡。 第二局是波多罗斯卡的发球局,他也连续发球得分,以40-15宝发成功,双方1-1占平。 第三局郑清文发球,他在自己的发球局出现了双雾,随后又反派直线打出界,以0-40落后。 关键时刻,郑清文通过良好的一发连班三分,追到40-40。 本局郑清文在多次落后的情况下,晚就破发点,并拿到了自己的局点,但波多罗斯卡防守反击得分。 双方继续遥战,再次拿到局点后,郑清文中屋枪局点对线,2-1领先波多罗斯卡。 本局他一共挽救了5个破发点。 第四局波多罗斯卡发球,郑清文通过漂亮的接发球得分,以40-15逼出两个破发点。 第一个破发点,郑清文回球太深出了底线。 第二个破发点双方多拍相至。 最终波多罗斯卡回球下网,郑清文破掉对方的发球局,以3-1领先。 第五局,郑清文的发球局,他漂亮的大外角度发球得分,此后又轰出本场第二个A4球。 接下来郑清文连得2分,保住了自己的发球局,以4-1领先波多罗斯卡。 第六局波多罗斯卡发球,他在开局取得30-0领先,但郑清文马上搬成15-30,随后波多罗斯卡双方失误送分。 比分变成30-30,接下来波多罗斯卡往前截击得分,在局点上他又爆发成功,追到了2-4。 第七局郑清文发球,他再次发出A4球,并通过长短球的调动实现对对方的牵制,拿到两个局点。 第一个局点,郑清文就打出时速185公里的A4球完成爆发,以5-2领先。 第七局波多罗斯卡发球,双方各得1分,随后郑清文失误送分。 被波多罗斯卡以40-15完成爆发,比分变成郑清文5-3领先。 第八局是郑清文的发球局,他一发得分,但又失误送几对手1分。 随后郑清文连续反手进攻的拿到盘点,并成功对线,以6-3赢下第一盘,大比分1-0领先。 第二盘第一局,波多罗斯卡发球,他连续得分以40-15领先,并顺利完成爆发,1-0领先郑清文。 第二局,郑清文在自己的发球局连续逼得对手失误,以30-0领先,随后又在正拍放了一个短球拿分。 直落4球以LOVE GAME完成爆发,双方打成1-1。 第三局,波多罗斯卡发球,郑清文连连得分以30-0领先,并逼出连续两个破发点。 不过,他也浪费了这两个破发点,被波多罗斯卡搬成40-40。 局末双方比分紧咬,最终波多罗斯卡挽救两个破发点,尖诺实现爆发,以2-1领先。 第四局,郑清文发球,他通过往前截击和大外脚外发连续得分,取得40-0的优势拿到局点。 随住波多罗斯卡回球打在网上,郑清文以LOVE GAME爆发成功,2-2占平。 第五局,郑清文在对手的发球局连拿3分以40-0领先,在浪费了一个破发点之后,郑清文反派直线打穿对手,破发成功,以3-2领先。 第六局郑清文发球,他一发成功得分,随后他又打出一记A4球,取得40-0的领先。 虽然波多罗斯卡回球弹网,但郑清文快速移动就球得分,爆发成功以4-2领先。 第七局,波多罗斯卡发球连续得分以30-0领先,但郑清文随后连得4分,再次完成破发,以5-2领先。 接下来是郑清文的发球胜赛局,他通过高质量的一发连续得到3分,以40-0领先,拿到连续三个赛点。 波多罗斯卡挽救了两个赛点,但郑清文环是通过高质量的发球,迫使对手揭发下网,以6-2领下第二盘,大比分2-0淘汰对手。 郑清文,中国体坛第一巨星,获奖金3700万,中网赛场上,全世界网球迷现正到郑清文的影响力、号召力。 郑清文的中网首战,擅任进入园区的观众流量达到3.9万人,创中网力是新高。 郑清文兵不屑任的淘汰拉西莫娃,晋级女扇第三轮,夺得奥运网球女扇冠军之后,郑清文的人气直线上升。 9月30日,法新社撰文承赞郑清文,她是中国的Queen Wayne,实现了自己的梦想。 我们看看全文的核心内容。 郑清文,从小就有网球梦想,父母卖掉房子,资助他追梦。 如今,郑清文是奥运冠军,中国当代体坛最闪耀的一颗明星China's Biggest Crown Sports Star。 奥运会夺金之后,郑清文首次回到中国主场深赛。 本周六的中王女扇第二轮,郑清文莫有让北京球迷失望,两个6-1横四澳世界排名第71的俄罗斯选手拉西莫娃。 现场球迷狂热,有素质的表现,让郑清文惊呆了她感叹,自己从未现过如此声势浩大的观众场面。 世界排名第7的郑清文,目前还在上升期,有望冲刺更高的排名。 21岁的郑清文,在球场上收获满满。 迄今未止,她已竞赢得超过500万美人的比赛奖金注,523万美元,折合人民币约3700万元。 她还货的耐克、劳力士等全球著名品牌的代言。 球场之外,郑清文也是时尚宠妮,登上GQ杂志时尚巴刹的封面。 在中国,球迷称她为Queen One。 郑清文也是中国球迷心中的榜样,带动了网球运动在中国的发展。 不少家常都将自己的孩子送到网球场,练习打网球。 球迷感叹,郑清文向人们展示,中国人也能打好网球,还有永不言弃的精神。 接下来的中网女善第三轮,郑清文枪面对阿丹廷选手波多罗斯卡。 如果一切顺利,郑清文有望在半决赛碰到头号重子撒巴伦卡。 郑清文现在的状态非常好,比年初澳网打得更好。 眼下,郑清文还有两个目标,夺得大满贯冠军。 今年的澳网,郑清文打进决赛,他从小的目标,就是身家大满贯并夺冠。 郑清文的另一个目标,是在10月份的武汉网球公开赛夺冠,那是他梦想起步的地方。 郑清文越了71万元加120分,抄美国名枪。 9月30日,中网女善第三轮,郑清文对镇波多罗斯卡。 作为赛会5号重子的郑清文,2-0拿下阿根廷选手,胜利晋级第四轮16强。 这场比赛的胜利,意味助郑清文拿到71万元的奖金,以及120个积分,及时冠军积分榜上。 郑清文超越科林斯,升至第八位,想要身家WTA年终总决赛。 郑清文还需要超车纳瓦罗。 郑清文的重要目标,是身家11月份在沙特利亚德举办的WTA年终总决赛。 想要晋级年终总决赛,郑清文的冠军积分排名WTA Race,是要杀进Top7。 中网开打之前,郑清文的冠军积分为3070分,排在第九位。 进入前期的话,郑清文需要努力超越科林斯3178分,纳瓦罗3568分,这两名美国好手。 科林斯莫有身家中网,纳瓦罗第二轮就出局,郑清文迎来追分良机。 在北京钻石球场,郑清文对镇波多罗斯卡,首盘的比赛,郑清文6-3拿下胜利。 第二盘,郑清文依旧掌握主动权,张识有度,6-2轻松拿下。 2-0,郑清文迎来中网女扇二连胜,成功晋级第四轮,枪队阵美国选手阿尼西莫娃。 比赛结束之后,郑清文笑容满面,对自己的表现感到满意。 这场胜利,对郑清文来越有积极的意义,可谓是双喜临门。 打进中网女扇第四轮,意味住10.1万美元的奖金,以及120个积分。 加上这120分,郑清文的即时冠军积分超越柯林斯,来到第八位,冠军积分榜上,郑清文的即时积分达到3190分。 这一位住,郑清文超越柯林斯3178分,排名升至第八位,超车柯林斯只是第一步。 郑清文的头号假想敌是纳瓦罗,打进第四轮之后,郑清文环落后纳瓦罗378分。 第一轮,第二轮,第三轮,第四轮,四分之一决赛,半决赛,亚军,冠军。 第三轮,第四轮,第四轮,第四轮. 第一轮,第五轮,第五轮,第四轮,第四轮,第五轮,第四轮,第四轮。 第二轮,第五轮,第四轮,第四轮,第四轮,第五轮,ир分达到到非常大型的迷不到盘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